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去看咱们使用了smart里边提供的自定义函数 对不对 那都说了 这些自定义函数看一下 咱们几个 说实话 没一个有用的 对不对 至少对于咱们做项目来说 用途不大 咱们说这几个没有用 自定义函数有没有用 非常有用 能简化你很大部分的一个工作量 对不对 所以呢 既然它没有用 咱们既然是自定义函数 就要学会如何自己定义 自己定义那些才能有用 你把界面中常用的一些模块 形成标签 这样它想用的时候 直接拿过来 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对吧 而不用反复的写代码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自定义一个标签呢 对吧 记不记得咱前面学过叫做变量调解器 对吧 咱们可以自定义变量调解器 方式和那个类似 那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pd层里面注册的方式 一种是利用插件的方式 两种方式自定义 那咱们分别用一下 比如找下smart的方法 咱们找一下注册插件的方法 是不是这个 对不对 怎么拿过来 前面还记着咱们 使用的时候 注册过什么 变量修改器 对不对 如果 前面加这个词 对不对 如果想注册函数的话 是这个 注册块从这个 对吧 咱们要想注册一个函数 咱们先写一个需求 对吧 看一下咱们做一个什么样的 比较合适 咱们既然是实验环境 对不对 咱们就看一下 语法是怎么写 先不找一个实用的 因为一般实用都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咱只看语法结构 所以用一个最简单的 好吧 所以能随便起一个函数名 再 模板这话 我将原来的模板已经全删掉了 对不对 模板内容 那起一个什么文件名 比如说他随便叫一个 假如就叫他 哈喽 行不行 函数名就叫哈喽 然后呢 既然这个是跟标签的一样 是不是有属性 对不对 比如说哈喽 我要他显示的内容是一行 比如说 哈喽 描的就是显示这个内容 那内容有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颜色应该是红色的 对不对 字体的尺寸 假如说我们是七号字体 对吧 显示多少行呢 L-I-N-E 行数 行我们写上五行 能理解这个吧 这个的作用就是 要哈喽 握的显示五行 以红色字和七号字 以大胶显示 对吧 当然了我们在做属性的时候 还可以怎么样 哈喽 当然了我们标签是不是可以多次用啊 顺序我们可以改 比如颜色是什么 绿色的 对不对 然后呢多少行呢 行数比如说是八行 对不对 尺寸比如说是七 什么内容呢 C-O-N-T-T-N-T 内容 比如说我们可以是 这是一个DEMO演示 让这一句话显示八行 七号字体大小 对不对 或者是字体改变吧 比如说三号字体大小 然后呢绿色的 可以吧 需求是不是就知道了 那每次掉哈喽这个函数 我们都可以指定这些属性 然后让它干嘛干嘛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既然我们这个需求已经有了 我们在哪定义呢 咱说第一种注册的方式 就得在写在pd程序里 对不对 嗯 那接住这个函数 注册的函数 这个函数 当然是smartity的 对吧 对 如果前边我们注册的修改器 就是M-O-D-I-F-I-E-R 是不是这样写的 修改器 然后注册修改器的名字 对不对 然后注册的 注册的名字 然后这话是将什么函数 对不对 系统函数 或者自定义函数 注册的对应名字 修改器 对不对 现在我们注册函数 只需要把这个词改成什么 F-U-A系列 F-I-C-T 这样的话我们注册就是函数了 中间这话注册的名字 注册是什么 咱说叫做hello 对吧 将什么注册hello 比如说 W-O-R-O-D 将word注册上hello 对吧 我这话就可以有一个F-I-C-T W-O-R-O-D 注册的hello 当然我们对名字可以起成一样 如果这里叫hello的话 我们这话也得叫什么hello 对吧 也得叫hello 看到了 然后我们这里边必须得有参数 都是什么参数 ARGS 什么意思 这个参数就是接收标签里的属性 看到了 这些属性都是传给他的 而且没有随意关系 所以它是个数捕 数捕什么格式 数捕中的关联数捕 听懂吧 然后当然了我们这话还要传一个什么 Smart进来 这样的话 Smart会把Smart对象自己传进来 如果这里需要的话你就用 不需要的话你可以不用 没有理解 对吧 这就是注册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可以打印一下这个参数 $I-S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参数 看一下是不是传进来我们想要的 来 命运一下 loghost里边咱们打印一下是index.peerp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个 这个数捕 我们把它放在这块 用一个注释把它写在这块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注释 对吧 这样我们觉得数捕什么样了 那我们说了现在要 这个哈罗沃的内容 这个字幕串 以这个颜色 这个字体显示五行 对吧 对 咱们用一个字幕串连接 先生命一个空的字幕串 好吧 然后最后返回这个空字幕串 各位的 对 然后既然是五行 我们是不是得循环五次 $I等于0 $I小于 arzs里面是不是有个di Nya是 代表个数的 $i加价 循环的九次了 Unlar 然后我们要$St0 点R 等于连接一个 连接一个什么呢 那 这里边我们可以连接 B 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几次再用几行了 对 什么内容有几行呢 这块加上$ args 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Bringing C on C-O-N-T-E-N-T 是不是对内容 那什么颜色显示 我们外边得加上 什么呢 F-O-N-T-Z-T 颜色是这个颜色 尺寸是这个尺寸 然后我们这块加上 斜上F-O-N-T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加上 把颜色变量放在这块 W-A-R-G-S里边有一个 Color对吧 尺寸这里边有一个W-A-R-G-S 有一个Size 你看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只是这里边没什么太多的算法 但是我们用的就是这种结构 大家看一下 注册将这个函数 注册成Hello这个名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模板里边 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这个看一看效果 是不是咱们要的效果 知道吧 所以你想输出自己什么样 你可以认一些 现在比如说 我再输出一个 Hello 对不对 函数是 比如说三十行尺寸 比如说是七号字体 颜色是 币而有意不录 对吧 然后还可以什么 内容 我们可以是 你好 对吧 那他问三十句你好 币而画 你看 是不是有了 对吧 那这个标签就是我们自定义的功能 是不是很简单 对 当然这种方式定义 这种方式定义会怎么样 写在peerp程序里的 peerp是写流程的 对不对 业务流程的 会跟业务流程混 它是界面上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 那smart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插战的方式 对吧 前面记不记得咱们在定义 变量修改器的时候 就用过插战的方式 比较好用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 给它注释掉 总说了 peerp程序里边是写peerp的 对不对 这跟模板有关的 那咱们经常写插战 还记着咱们前面说了 添加插战的目录 是不是指定的 跟下边的这个里边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目录下 进行插战 对不对 系统原来的插战目录 是不是在这里边 对不对 这里边插战你都可以 都是自定义的 对不对 只是系统先给你提供一些样币 对吧 其实都可以删掉的 那我看一下定义插战 需要 咱们不是说改系统里的东西 在自己扩展里 对不对 这样不冲突 那插战 命名一定要规范 定义修改器的名字是 modifer.r 然后你的名字 对不对 然后.prp 对不对 定义函数的是 faction.r 什么 然后自己的函数名 咱们叫hello 那我也叫hello 对不对 我就hello1 跟那不一样 .prp 好吧 那我们这里边 注释一下 看一下 刚才说文件名必须有规律 不然的话文件名如果没有规律的话 底边假如有几十个文件 几百文件 对不对 他不知道找哪个 他不能一个一个翻 对不对 那效率太低了 所以根据文件名去查找哪个文件就好了 所以文件名必须是 你faction开头的 然后点自己的什么 函数名 对不对 然后.prp 写函数的函数名 文件名一定是这样的规律 所以用函数他就知道找函数 然后用哪个函数 找这个文件是不是就找到了 对吧 然后这里边呢 本身这里边声明的函数 有可能有几十个的 对 声明的函数名 函数名也要有规则 那什么规则呢 就是 smarting 下滑线 faction 下滑线 然后自定义的函数名 这样才可以 看到了 然后参数也要有规则 什么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是什么 就是一个数组参数 就是接受多德数型 第二个要留一个什么 要把smarting 留下 留一个变量就行 对吧 smart可以将自己的对象传进来 然后在里边 如果用的smart对象 第二smart那种东西 直接就可以用了 对不对 所以它有预留的 我们生命一下这个函数 你看 faction hello 1 直接这么写了 不是 前面加上smart 下滑线 faction 下滑线 hello 然后这里边 需要参数 都有哪些 第一个 到时候args 是不是属性 第二个咱们是smart 当然它展示不用了 对不对 然后里边的内容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办 将原来的内容粘过来 这样 这里边 原封不动的内容粘过来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咱说了 主要看写法结构 而并不在于 咱们现在要写什么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这改了 是标签 就变成helloe了 对吧 看一下 如果跟刚才效果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了 成功 对不对 helloe 我们再加一个是不是也可以了 所以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没给我们P2P程序混 你看 因为我们P2P程序原来把原来的是不是注释掉了 对不对 就可以了 那我们说这是注释函数 咱们还有块 对不对 那我们块怎么用 我们也写个需求 比如说同样就这个 那既然刚才叫hello 我们就写个word 瞧吧 来 这话 WORLD WORD 可以吧 然后呢 块又开始 是不是就得有结束 WORD WORD 这会有个结束的word 对不对 然后呢 内容就是中间内容 比如说我用一行一 让它显示几行 那我这话也加几个属性 RINE行数 等于 什么 比如说等于三行 对吧 然后呢 嗯 这话再写上尺寸 比如说等于7 颜色 等于RED 红色 各位啊 对吧 那就是 要这个内容 有三行 七号字底 红色 嗯 听到吧 那这样还是我们也用注册的方式实现一下 前面注册 是不是得在这里写啊 同样 我们需要写一个这样的注册 这个 但注册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不是怎么的 不是将注册函数 而是注册块 叫做b-r-o-c-k 注册块 那块的名字呢 叫做什么 注册什么名啊 word 将谁注册成word 也可以叫word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 faction 什么 w-r-r-g word 看到了吗 那同样这里边需要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什么呢 就是 args 还是这些属性它会自动传进来 看到了 第二个参数就是两个块之间的内容 什么呢 就是 什么中间块中间内容 不管那块中间有什么 比如说这块在这圈 一行警号 对吧 只要属于从这个开始到这个结束中间内容都会传给这里边的第二个参数 对吧 当然还需要有第三个参数 在哪儿啊 在这块 把谁改掉啊 把这里边内容改掉 内容是不是直接第二个参数了 嗯 修文体验机 看一下内容是第二个参数 那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实现呢 刷新一下 是不是实现三次风格的 对不对 这就是块 块和函数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中间的内容可以传进去到我们P2P的函数里边 那我们P2函数是不是就可以处理啊 嗯 对吧 那同样用这个注册了 那我们再注册一个word1 听不听啊 那word1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也在插件里啊 对不对 那函数命名规则是有 文件名是有规则的什么的 block b-r-o-r-o-c-k-d-r 然后才有我们的函数名 word1 然后点 p 看到了啊 然后里边的参数也是有规则的 有规则的 刚才说了 文件名什么规则啊 是不是 b-r-o-c-k. 函数名 security 对不对 然后呢 函数名 什么规则呢 是smarty下滑线 b-r-o-c-k 下滑线 然后函数名 看到了吗 嗯 管 然后参数 这就是 关系人的 参数有什么规则呢 就是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什么 所有的属性 接收所有的属性 是个关联数组 对吧 第二个参数 是内容 接收什么 标记中间 的内容 对吧 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是 Smarty本身 对吧 它有一个第四个参数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引用的参数 第四个参数干嘛的 干嘛的是什么呢 开始 它会怎么呢 标签是不是有开始和结束两个标记 对不对 开始标记的时候这个参数是真 结束标记的时候是假 方便我们处理是开始标记的时候 我们处理什么东西 还是结束标记的时候 我们处理什么东西 对吧 它会相当于 这个变量会开始和结束标签 会执行两个次 写的就是这个方法 有可能会执行两个次 对吧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你看 我们在这里边 刚才我们还没生命参数呢 Faction 就是说 Smarty 下发线 Block 下发线 什么呢 是WRD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 然后 第一个参数 咱们说谁 ARGS 对不对 第二个参数 咱们说内容 第三个参数 咱们说Smart自己 对不对 第四个参数 是应该引用的 REPETT1 对吧 那我们来打印一下 Print 下发线 是什么 Print 下发线R 打印下谁呢 ARGS 看下这个 再Print 我再打印一下 $CONTNT 我再打印一下 看这几个 $REPET 然后我在程序里边 我在这个里边 我把上面都注释掉 因为咱上面都是用过的 对不对 咱们下面只需要用一个谁 对 过的1 对 6G WRD WRD 对不对 又开始 W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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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有结束 对不对 然后中间内容 比如说 我随便写一行5可以吧 然后这块 HR等于5 尺寸等于7 然后 颜色可以不加 双眼号对不对 颜色 蓝色 我们就看一下这几个参数 能不能床过来 好吧 打印一下 你看 这参数是不是床过来 对不对 1 1 然后这里边 颜色不露 5 对不对 这里边谁没看到 这个 这也没打印 对不对 WR 消息 DUMP 你看 报仁针 是不是这个执行一次 开始这块 在内容之前就是执行一次 这块又执行一次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函数有可能被执行两遍 开始有结束我们真假 对不对 所以你想开始跟这做还是结束别人做 对不对 那我们同样 把刚才这个功能 嗯 这个块 DES 我们把这个面 粘过来 看一下 是不是跟原来的功能是一样的内容 对不对 看到好不好是 但是我们这里边最好做一个这样的 如果 刚开始是不是真的 对不对 如果它是假如我想在结束标签做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处理这个 这样的话 我们就保证代码执行一次 看到了吧 假变成针的时候 我们得做这个 来 我们看一下 可以 是不是这么多次 对吧 这就是我们做插件如何做函数 可以做块 也可以做函数 前面答应讲过做修改器 对不对 大家可以结合 学会这三种插件就足够用了 这样的话我们系统自己的插件就不要用了 自定义插件可以定义的很丰富 好吧 好 时间关系我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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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